國旋版 increased report 要不要先問國慶還是怎麼樣 國民黨部門區民單昨天出來 吳敦應把自己排在 現在排在第十名名單區民單裡面 引發黨內一些青年派的議員不滿 在中黨部進座 現在連張善政也講話 就是說不符合期待的民單 甚至大選會切割 整個我們這次的大選是三合一 第一個是總統大選是我們最重要的 第二就是我們國會區域的選舉 第三還有不分區的政黨票 那我們每一張選票都要讓它能夠產生一個 等於是相互支持的一個力量 那看來昨天這個不分區名單的確引起了一些爭議 也會影響我們的總統大選跟我們的區域立委 所以我們必須要多努力 要讓我們的總統大選跟區域立委的選票 能夠再加強更努力 那對於不分區的名單 黨中央可能要把戰略思維跟大家說明的更清楚 那四年前我特別強調的 是讓青年人有機會讓專業的立委 讓未來的國會戰將跟縣市長有機會 那經過了這四年包括許真偉縣長 包括張立善縣長 包括現在正在板橋參選的 柯智恩委員 林毅華委員 或者是吳智陽委員 黃昭順委員 都是直接轉區域的立委 另外呢我們看到專業型的 或者青年型的代表 不管是許藝仁或者林立禪 或者是陳一鳴 或者是童慧珍 還有這一次能夠獲得大家肯定的真名中 都是我們當時一個整個整體的戰略思維 當然我也不否認 當時也有一些區域的考量 也受到一些批評 但是我們總是要把戰略思維 比如說這一次我們特別重視經驗的傳承 所以要一些資深的 或者是我們要重視區域的平衡 為什麼這樣的考量 我覺得黨中央要 必須要讓大家說很清楚 另外我們看到這些青年議員的反彈 主要是在安全名單裡面 沒有看到任何青年的代表 年紀上面沒有40歲 或40歲以下的這些代表人 那我覺得這是比較遺憾的 因為畢竟我們國民黨不能離 年輕人那麼遠 一定要讓年輕人有希望 市長那你滿意這一份不可能去立委民黨嗎 我想現在不是我個人滿不滿意 而是社會買不買單 看來我們只能更努力 在區域的立委上面加油 在總統大選上面加油 我覺得韓市長很辛苦 他在選舉當中 我們應該要共同的目標 最高的目標 就是總統大選能夠勝選 國會能夠過半 而總統大選國會能夠過半 其中一個就是所有的提名的 不管是區域的 不管是不分區的 都要能夠加分 這才是最重要的 市長你剛才說的 不少之前你提的不分區委員 只有曾鳴中是繼續獲得提名 其他像是許藝人 林立禪這些新創 或新住民的年輕世代的委員 都沒有進去 會不會覺得說這樣子 對共黨對於那些族群 是一個意思 我們要把他們撈開 到時候什麼事 目前很多青年議員的反彈 我覺得就是對於 應該要有青年的代表 那這一點我們非常的遺憾 另外很多新住民成為台灣的 非常重要的族群 這一次也沒有在安全名單裡面 這是的確是我們比較遺憾的 那國民黨或者是我們整個 未來選戰策略 要怎麼樣去補救這一塊 可能還要花很多的努力 那可是這一次名單裡面 安全名單裡面 也包括了邱毅 包括了吳思淮 這些就是先前被認為 跟對岸走得比較近的 會不會擔心說 到時候對國民黨選情也是重傷 不分區名單一定會有很多元的代表 我不針對各個多元代表去做評論 每一個有他的戰力 有他的代表性 我們希望最重要的還是 整體怎麼樣把戰略思維告訴所有的民眾 當時我強調的就是 第一個多給年輕人機會 第二個多培育未來的縣市長 跟國會的戰將 那專業人士要有他的代表性 那我覺得國民黨中央可能要花一點心力 來跟社會做溝通 讓大家了解這一份名單的戰略思維 那第二個還是重點是 絕對不能單考慮不分區名單 更重要的是 他怎麼樣幫總統大選加分 怎麼樣讓我們的總統能夠勝選 怎麼樣能夠幫我們的區域立委能夠勝選 這才是關鍵 好 謝謝大家 最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名單也被認為說是 吳主席的報恩名單 這個是網路傳言 我們有什麼樣好評價的 那我們是不是問一下 今天的林國春委員 今天回到新北來 尤其是對於林國春 跟我共同打拼八年的戰友 而且這個是侯友宜的大弟子 來全力的來支持他 那我相信國春不但是在地經營最紮實 而且最認真最努力 未來在國會絕對是最有戰力的 他所重視的治安 他所重視的人民安全 他所重視的全民平安 都是關鍵性的重點 那我也相信國春絕對是最好的 新北的在地的立委 也是最好的國會戰將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